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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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要有某一种对称性 就是它产生的磁场也要有某一种的对称性 才能够求啊 那现在呢 你看看 这样的电流 它产生的磁场 你不妨先画出来分析分析看看吧 这一圈 每一圈的话 它的这个磁场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都算的话 它的磁场应该是这样子的 这都是封闭的 画的不好 这个很远很远 所以这个 这个磁力 这个 以这个为中心的话 这磁场根本就不是对称的 不是对称的 你没有办法 你这个时候 你在这个 solid node 上面 没有办法画出一个路径 像这个样子 路径上的磁场都是一样的 画不出来 画不出来 这个磁场通通大小都不一样 方向都不一样 所以说 用这个 用安培定律 也是 不好做 不过 我们是说 我们现在把这个 因为这是缠得很紧密 很紧密 如果我们把它缠得很紧密的话 我们画出它的磁力线来 我们来看一看 画出磁力线来 看一看 像这个 如果很紧密的话 我只画它的轮廓好了 轮廓 就说我拿刀 把它破一半 破一半以后呢 这个电流就是 流向外的 打点的 每一扎每一扎的电流 被我砍断了好像都流到外面 这个是叉叉 向里头流的 好 这个时候它的磁力线呢 我们把它严格画出来 全部都一起考虑 它是这个样子的 从很远的地方回来 我画这一半好了 这一半也是一样 它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OK 你看 因为你 这个扇面磁场都大小不一样 方向也不一样 所以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封闭路径 作为安培定律的一个积分路径 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个地方 就是靠近这个当中的地方 我这画的不好 这个当中的地方 你看 如果这些你都不去看它 这些你都不去看它 单单看这个当中 好像怎么样 好像是平行线 对不对 有点像平行线 它的距离也都差不多 所以我们说 如果这个螺线管很长 当中这个地方的磁场呢 我们可以 妈妈糊糊的 当作是 均匀磁场 近似 近似于均匀磁场 外面呢 你看外面 你看这里这么挤啊 外面有多少条 里头就有多少条 外面 外面无限大的空间 分布这个有限值的话 外面这个距离就很远 磁力线的距离越远 就表示磁场越弱 对不对 所以这里头那么紧密 外面分布的那么稀松 所以外面的磁场 跟里面来比啊 可视为零 所以只有这里头有磁场 而且这个磁场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什么 是这个均匀磁场 所以磁可以当作是一个定值 所以这个时候啊 在这样子一个假设之下 我们可以利用安培定律 求螺线管 当中这一部分的磁场 这里都不能做 那你说这样有没有用啊 这个当中还是近似 不过我们大自然就是这样子 有好多东西啊 你就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 你就是没有办法 他就是就是这个 你没有办法很精确百分之百的了解 那既然不能百分之百的了解 我们能够 获得一个近似值 某一个范围里面 某一个条件里面 我们知道一个近似值也好啊 就在这个范围 这个条件之下 我可以知道磁场 大致是什么样 八九不离十的话也好啊 大自然就是这个样子 那个磁场啊 你就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知道 好 现在我们就来做这样的一个问题 做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这个呢 我们可以啊 现在我们就来做 好 刚刚刚是分析给你看了 分析给你看 你一定要知道他的这个道理 之后啊 你再去处理 你不要这个 一开始就来处理 一开始就来处理 你不晓得它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处理它呢 好 现在我们 我们 这个是有一种的想法 好 那现在我们 看你们书上面有这么一题 无线长的螺线管 单位长度有小N扎 带有稳定电流 求空间任意一点的磁场 如果这个是无线长的话 无线长的话 那么这个当中的磁场啊 你就可以当作是均匀的了 所有的磁力线 都从这里进去 然后从无穷远的地方回来 因为它这个地方 都是绕得很远才回来嘛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就 用书上的立题来做 书上的立题 这个是 你们普务就有过这个立题 如果你要看的话呢 可以去看我这个普务的录影 录影上面有证明这个东西 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好 那么 无线长 好 我们现在也按照书上的图 我们把它画成这个样子 这里延伸到无穷远 延伸到无穷远 那么它的电流是这样子的 它一圈一圈绕得很紧 这里是 麻麻糊糊的画 好 现在我们 怎么做这个问题呢 怎么做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把这个 刚刚我们这个分析 就好像我们这里 无线长 无线长 然后这一扎一扎都很紧密 都绕得很紧 那么 都绕得很紧的时候 因为 一扎紧跟着一扎 所以呢 你这样看起来的时候 好像每一扎 都是一个单独的 圆形的线圈 因为它实际上是 这一圈它不是封闭的 它这一圈绕过来的时候 会错开一点点 但是既然绕得很紧很紧 它错开得非常有限 因此我们就把它当作 好像是每一圈呢 都是独立的圈 好像那个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 电流啊 当作是 这样的一种状况 我们把它的电流啊 就好像是 有电流 往这边流 往这边流 其实我们就看它是直的 K K就是 就是 单位长度有多少电流了 单位长度 有多少电流 那现在我们 可以不要用K 我们就是说 每一扎是这个 I 每一扎都是I OK 现在我们就用这个 安培定律来做 安培定律 因为这个时候啊 里头的磁场啊 当作是均匀的 外头磁场跟它一比啊 就是零了 外头磁场就是零了 所以我们 嗯 管内 为什么是为零呢 因为它跟里头比啊 小的太多了啊 我们跟它一比呢 外面可以把它当作零 好 现在我们就 用这个 bx.dl 等于 muli enclosed 啊 安培定律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呢 呃 先做这个 呃 比如说我们先看这个 管外一点哈 管外 OK 我们就画一个图好了哈 因为你现在要取 第一 第一件事要取封闭路径的 要取封闭路径哈 那这个时候的封闭路径啊 这只是题目上面的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这里哈 好 这是半径为r的一个 封闭路径哈 哈 封闭路径哈 原心还是在这里 我就不仔细写了 你们回去把它仔细 把它一句话写通哈 哈 它还是跟这个圆面垂直哈 哈 圆面垂直哈 哈 哈 那 我们现在就看呢 左端哈 哈 伊式左端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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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取一个封闭路径的话 封闭路径的话 封闭路径的话 它的电流都是这样子流啊 哈 都都是这样子流 哈 都是这样子流 OK 电流都是这样 那就是说 你在这个外面啊 任何一点 看这个里头的电流 是不是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一样 对不对 都是电流车这么流嘛 都一模一样 因此 这个上面的磁场 是常数 对不对 磁场是常数 哈 我们先把这个写一下 好 这时候B场 等于Constant 哈 然后B场的方向呢 我们可以写成 我们不管 就是B场是这个 B场是这个方向 大小是这个东西 哈 哈 那么 它的这个 我们说它这个 DL 我们 我们 取它跟磁场 平行 磁场平行 OK 好 这个电流啊 这个电流我们 这里是有电流 这个上面的磁场呢 因为整个电流啊 是 是这样子 整体是 这么流了哈 我们可以知道 它的磁场啊 磁场哈 我们 从这里来看了 这个磁场哈 里头是朝这里 外头根本就是 就是零哦哈 就是零啊 我们 这个时候呢 你也不好判断 它这个磁场 是什么方向哈 我们反正说这个磁场 它是一个Constant 一个Constant 那没关系 我们就 就是Constant好了 所以 左端 左端 我们就写 B 场 DL 好了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值 就是这个值 好 我们右端 I Enclosed Ey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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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closed 表示什么 穿过这个面的 穿过这个面的 现在穿过这个面是多少 你这里 你这里弄一个Cross-section 这里弄一个Cross-section 比如说我在这里 弄一个Cross-section 比如说Cross-section在这里 它有一个从这里进去 又从这里回来 又绕一圈 反正它只要穿过它一次 从这边穿进去 那边一定穿过来一次 对不对 因为它面是这个样子 你这个圆圈不是跟它平行 不是错开一点 所以你有进来的 这边就出去了 所以它的电流的 穿过电流的总值 是零 穿过去电流的总值 是零 是零 OK 好 所以我们就有 B.DL 要等于零 横等于零 好 横等于零 你看我这个路径呢 随便我做 我做R是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这个路径呢 可以随便变化的 你路径随便你怎么变 但是我这个值永远是零的话 那只有一个 除非每一个地方的B厂都跟它垂直 或者说B厂都是零 都是零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说 现在是外面这一点 外面这一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这个时候应该是B厂就等于零了 B厂就是零 不可能有这个方向的磁场 这个磁场的电流要怎么流呢 磁场如果是这样的话 电流这样子的话是这个方向 电流如果 我们现在看 你这个磁场啊 除非跟DL垂直 DL垂直就是这个方向 磁场这个方向的话 那你的电流呢 就要这样子流 或者是这样子流 现在不是电流是这么流 因此我们说B厂就是零 B厂就是零 B厂是零 这个是什么 R大于大R的地方 R大于大R的地方 大于大R的地方 从这里一路过来都是零 都是零 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好 我们把这个 再画一个图 像书上面画的一样 它是无限长 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画无限长 画这个样子 它的电流是一圈又一圈 现在我们 取 取这个 两个路径 我们现在 刚刚这个就是说 它的磁场啊 我们判断了 是 是这个方向 它是跟这个 平行的方向 我们刚刚说 不可能是垂直的方向 外面不可能垂直了 刚刚是我们说 假如 我们现在先看平行的方向 如果这个是平行的话呢 这永远要等于零的话 那 不是这两个dot等于零 而是B 要等于零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呢 我们把它写成B5 等于零好了 那就是R 大于大R 这个时候是把它当作是 因为这个 这个电流啊 它一扎又一扎 我们可以把它分作 这个方向的分量 还有一个Z的分量 如果它是这样子斜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磁场 分作这个方向 跟这个方向 这是B5 这是I 这不是磁 这是电流 电流有这个方向 有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的磁场是这个样子 这个电流方向磁场是这样子 这个电流呢 我们再看看 它的方向是什么样 我们先看看这个 好 现在我们 前面已经说B5等于零了 我们先来看看BZ 到底等于什么 BZ等于什么 这个等于零嘛 这个等于零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分成 5 component跟Z component 如果是5 component的话呢 如果是5 component的话 我们就写成B5DL 就变成存量 很等于零 所以这个等于零 但是B长啊 它也可能有Z component 对不对 有Z component 好,我们现在求磁场 磁场的Z分量 那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做的这个路径呢 取这样的一个路径 比如说我先取这样的一个路径 封闭路径 取这样子 这个长度呢是L 长度是L 好,那么这个位置 我把这个写过来好了 好,这个距离轴 是A远 这一段是A远 那这一段呢 是它的外面 B远 取这样的一个路径 OK 好,我们 取这样的路径 好,现在我们说 好,刚刚是 我们把电流 当作有这个方向 所以它的磁场呢 是5的方向 5的方向 那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个 这个磁场 如果它是有这个 Z轴的方向 这个是Z轴的方向 Z轴的方向 我们现在取封闭路径 好,那么这个式子 那我们就圆到这个路径来看好了 圆到这个路径 那我们看的是 Z方向的分量 Z方向的分量 我们随便你是往哪一个方向 我看看我这个哪一个比较大 这个好了 我们这样子做好了 到时候我们这样子 一个封闭路径 好,那么B厂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B厂 这个地方B厂是这个样子 这个地方的B厂也是这样子 假定 B厂都是这个方向 好,那么你看 这里的B厂跟DL是垂直 对不对 这个B厂也是跟DL垂直 都是这个方向 所以这两段的路径 积分就是零了 只有这两段的路径积分 这两段的路径积分 它跟这个平行 它跟这个是相反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B A 减掉 B B乘上L 我这个正好写错了 AE的话 那应该是写成这样子 往下 往下 跟书上一样 其实这里往上往下 你根本不知道 图画的不准 你看这个 因为你这个地方无限长 无限长的话 这个上面的磁场 应该大家都一样 因为你面对的电流分布是这样子 大家都一样 这个跟这个不一样 因为它比较远 但是在这个上面的点 大家都一样 所以呢 这个上面是一个 B Z是一个常数 这个上面的B Z是一个常数 这个B Z 我们就称它叫做A好了 B Z B A好了 B A 这个叫做B B 好,这个要等于0 OK 等于0 这是根据这个 根据这个来的 等于0 好 这个等于0的话呢 那我们就发现 B A 这个时候要等于 B B B Z 好,那就说这个外面 只要在外面 不管是这里 还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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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都一样 都是B Z 都是B Z OK 那这个是一个constant 我们现在只知道是constant 如果这个外面的z场 b场的z分量是constant的话 你可以让这个等于0 可以让它等于0 那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是constant的 那么我们说因为b场 在无限远的地方等于0 这是a了 这段是b场 这是b了 但是你这个无限远的地方 你电流会产生磁场 但是在无限远的地方 那这个磁场就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我们说这个其实 它不可能真的是无限长 只是很长很长很长 还是有限长 有限长的电流分布 在无限远的地方磁场是0 那么 这里通通相等 一直到无限远都相等 都是constant 那无限远的地方是0 那所以 所以我们就说bz是等于0 这是r大于大r的地方 大r大于大r的地方 ok 这个是我们看到 这个是z分量 好 现在我们就要看 我们再画一个 外面是0哦 里头是多少还不知道哦 外头是0哦 里头是多少不知道啊 好 那我们就在里头啊 做一个 在里头 做一个封闭路径 ok 里头做一个封闭路径 这样子的封闭路径 里头做一个封闭路径 这个是路径一了 这个是路径二 好 我们取封闭路径二 好 那只有这里有磁场啊 这个磁场呢 因为啊 我们把这个当作相当长 就暂时视为无限长 好 那所以它所遇到的 这个电流分布都一样 所以这个上面的磁场 应该大家都一样大 一样大 那我们是假定它现在是 都是这个方向 因为只有这个方向会穿过它嘛 你只有这个电流这个方向 会穿过这个封闭路径嘛 这个是穿过它嘛 穿过它这个封闭路径 穿过这个封闭路径 穿过封闭路径 OK 好 所以这个时候的磁场呢 我们就把它写成 我先写一下这个好了 不要那么急着写这个东西 我们说这个时候磁 磁场要等于constant 是constant 这个路径上的磁场都是constant 而方向呢 方向呢 因为电流是这样子流 电流是这样子流 所以方向是朝上的 所以B呢 所以B呢 是等于B 乘上AZ AZ 因为 我根据安培右手定证 你电流这样子流 磁场是朝上的 BG是这个东西 BG是这个东西 好 那 所以我们把这个D是 E是左端 E是左端 就变成这个 B.DL 我们取这个DL 我们取DL 就是这样取法 OK 这两端是垂直 这里B长等于0 我们因为由这个关系 知道这个B长是0 就这个B长是constant 所以它就等于什么 B.L B跟L 同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就变成BZ 乘DL 我们可以把BZ提出来 DL的积分 我们现在 就积这个就好了 我们令这个叫做AB 好了 AB AB AB已经有用过了 我们下定时 ABCD好了 ABCD 从A到B 只剩下这个 于是它就变成 这个长度就是L 就是L OK 好 这个要等于 μ0 ABCD 现在的I NBCD不是0 ABCD 就是有多少扎穿过它 就算多少扎 它现在总共应该怎么算 它每单位长度有N扎 对不对 每单位长度 有N扎 现在总共有多长 L长 每一扎的电流是I 每一扎的电流是I 好 因此我们就可以 这个等于这个 那我们就得这个B B长 你这个相等嘛 这个等于这个L约掉嘛 所以它就等于μ0 NI AZ的方向 OK AZ的方向 这个是管内 管内 管内是这个 管外就 刚刚证明了 管外是0 管外是0 管外呢 我们可以写 B 等于0 管外 管外 OK 那么所以它的磁场 只有里头有 里头有 这是当作很长很长很长 是这样子 如果是 不是很长的话 我们只能够说 你这个值 就是这个当中 一点点的值 那这个 这个是方便我们记忆 但是将来我们要求这个 磁能的时候啊 你通常要这样子做 N渣 单位长度的渣数 比如说 总共的渣数是N 总渣数是N 那现在呢 它单位长度 比如说它总共是L长 那你就要 被L来除 L来除 所以或者是 所以我们说 我们说这个B长 要等于 AZ MU0 N OVERL 乘上I 那N为总渣数 以后 以后在计算磁能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用 把这个L 也用上去 好 这个是 螺线管 那再来我们就看看 螺线管 那就是我起初画的 像DONUS一样的 那个东西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 把它画成这个样子的 好像圆着当中 把它破开 破开以后呢 它就变成这样子 好 我们假设 外圈的电流 是打叉的 电线 从上面 外面进来 外面进去 外面进去 里头流出来 里头是打点的 OK 里头应该画在这里 画在这个 这个里头 画在这里 打点 有多少个差 就有多少个点 电流是这样子的 多少个差 就有多少个点 那这个时候 它的磁力线 它的电流 就是这样子流 这样子流 那我们看一扎的话 电流是这样子 打点 画在它 这样子流 这里磁场是朝这边 这个磁场也是朝这边 因此这个当中的磁场 如果很紧密的话 当中的磁场 就是一个同心的圆形 磁力线 这个是它的磁力线 OK 磁力线 好 现在我们要 问 这三个区域的磁场 各是多少 这三个区域的磁场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画一个 画一个封闭的路径 封闭路径呢 封闭的路径 这个 我画的这个是一个磁力线 磁力线 OK 我们已经预判 它的磁力线 磁力线 是这个样子的了 那现在我们就 画一个 它的封闭路径 封闭路径 我先把这个 杠掉 比较看得清楚 你们就等于 你再画一个图好了 再画一个图 好 我就在这里取一个 封闭路径 这个路径呢 R R 那么 每一个线圈的半径是A A 好 平均半径 就是这个地方 如果R是一个 我们 所以它这个图很难画 我们画到这里 好 我们把这个路径呢 当作是 这里进去 从这边 这里看是进去的 这里看是出来的 OK 这里出来的 那么 那么这个是每一圈 每一圈的这个 半径 每一圈的半径 然后这个是平均半径 从这里到这里 这是平均半径 平均半径 每一圈半径 每一圈半径是A 我们就取这样的一个 取这么一个路径 这就算平均半径好了 平均半径 好 那我们就是 我们现在取 这个路径 那现在我们 就看这个 R 这个路径在这里了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 B.DL B.DL 这个时候的磁场 我们刚刚已经分析了 这个磁场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磁场 OK 好 我们现在讲的是 这个区域哦 这个区域啊 我们在普通物理 就是讲 管内 环内 环内 有时候也不好分 这个算环内 这个又算管内 对不对 他现在就把 这个区域 当做什么东西呢 这个区域 我们先把 这个写出来 这个区域啊 这个当中 这个区域啊 我们书上是把它写 写成这样比较好了 管内 管内的话呢 其实就是 R 小于 B-A 即 R 大于 B-A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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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于 B-A B-A 减A 就是这个 大于这个 小于这个 这个就是 B加A 就是这个 这个当中啊 就是我们说的管内 OK 好 管内 那么 那么 B-A B-A D-L 要等于什么 因为在这个区域里面啊 磁场我们可以说是一个 常数了 磁场是常数 管内 管内 我们说这个磁场 是等于 Constant的 磁场是Constant的 我写错了 B大于 我写错了 大于这个的话 小于这个就是 它是指这里 这里跟这里 这里跟这里 就管外 这应该说是管外 管外 管外的话 你这个磁力线是这样子哦 这个地方的磁场 你看哈 它是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 这个磁力线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这样子过来 这个地方的磁力线 是这样子过来 是这样子过来 这样子 是这样子的 所以在外面的这个 你这里做一个路径 我们先看管外好了 因为 书上是先讲管外 好 磁场是这个方向 管内呢 管内 我们画在这里 磁场也是这个 磁场 也是这个方向 都是常数哦 都是常数哦 B等于Constant 我们现在取 DL平行与B场 那么我们就得这个 等于这个 B DL 就是乘上二拍 我写仔细一点好了 可以写成这样子 因为它平行嘛 所以就等于B乘上 DL 那就是B乘上二拍R 二拍R 这个要等于什么 我们看这个 穿过这个面的电流是多少 这个封闭路径围成的面 整个面 你看它电流 从这里进来 从这里出去 从里头进来 就是说穿过它 又穿回来 整个是零 这个地方呢 根本没有电流 画在这里的话 里头根本就没有电流 所以 是等于零 等于零 所以我们就有 B乘上二拍R 等于零 因为R随便取的 二拍是一个定值 不是零 这个也不一定是零 但是这个横等于零 就是管外 时长等于零 好 现在我们看管内 R介于 B减A 跟 B加A之间 这个是B减A 这个是B加A B加A 在这个之间的话呢 时长还是这个方向了 时长是这个方向 我们仍然是取 B长 等于Constant 我们取DL平行于B长 所以我们就有 B.DL 它是等于B 乘二拍R 跟前面这个理由一样 二拍R 但是它现在的Eye Muling Eye Enclosed 对Muling Eye Enclosed 是多少呢 你看 只有这个 钻进来的 穿过这个面 对不对 穿过这个面 这个没有穿过 所以它就是N倍的Eye N倍的I N倍的I 那么 我们左边等于右边 B 乘上 二拍R 要等于 Muling Ni 我们就得B长 是等于Muling N over 2拍R 再乘上I OK 等于这个东西 它的方向 是Fy的方向 我们可以写 B长的方向 就是B 乘上A5 A5 那它就等于 Muling N over 2拍R 这个 A5 这个是 介于这个 这个之间 所以我们 就把它 写成这样 好了 写成这样 Muling N over 2拍R I A5 这个是 管内 这个 等于 0 管外 就好了 这反而简单一点 我们书上 因为是用这样子表示 我是做给你们看 免得 一下子 这个图 看不懂 但事实上 我们就用管内 管外 比它这个 还更 简洁一点 好 这个就是 螺线环的磁场 螺线环的磁场 它只有这个当中有 这个地方是零 这个地方是零 只有这个当中有 你们 你做这个的时候 另外画一个图 不要跟这个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就 因为我在上面可以指示给你看 你画在 同一张纸上面 你讲不清楚 那么这个是 很特别的一个 电流分布 还有一个电流分布 就是 电流在一个 导体片上面 流的时候 很薄的导体片上流的时候 它的磁场是怎么样子 我们下一次来跟各位讲 好